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Python裡面的一些套件 那我們這邊介紹的是Pyro Pyro的中文意思他是枕頭 那在這邊他主要的作用是拿來做影像處理 Pyro他在import的時候他是從PIL這樣的一個縮寫上面去把他引用進來 那他主要的作用是做影像處理的一個套件 那他可以拿來做轉檔調色濾鏡塗水印 然後創造出一些影像 這些都是他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你要使用Pyro的這個套件的時候呢 先要把他安裝起來 那這邊介紹兩種做法 第一個做法是使用Pyp Pyp來做安裝的動作 那首先呢你可能要先把他更新一下 更新完之後呢 再用Pyp去install 這樣子呢安裝就會比較順利 那另外一種方法呢是你也去安裝一個叫做Pyp Pyp Pyp 這個 是一個環境套件 那你透過他可以 按照你的需求在開發的時候呢可以去 打造屬於自己所需要用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來 試用上面這種方法 這種方法 也蠻不錯的 好那我們在這邊打Pyp Pyp 然後呢-m -m Pyp install -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 把這個Pyp呢好更新到最新 OK 好那這邊已經是最新的喔那我們接下來就 來看一下 安裝 安裝呢就是前面都一樣 後面install後面接Pyp 好所以我們用 Python -m Pyp install Pyp 好那安裝好之後呢像我這個出現這樣的訊息是代表他已經安裝好 那如果你之前沒有安裝的話他會有個進度條 我去下載並且安裝 好那安裝完之後我們要幹嘛 我們來看一下他可以做什麼 那在這個影片裡面我們要介紹一下怎麼樣做轉檔的動作 好那轉檔的動作呢 意思就是說我們常見的一些影像的 格式 比如說jpeg png 這些都是屬於 常見的這個 影像的格式 那在Pyro裡面他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檔案讀進來之後令存新檔 那令存新檔之後你只要指定新的這種 檔案格式他就完成轉檔的一個動作 所以他有支援的這邊有提到他有支援的格式包含 BMP 那BMP是代表 比較傳統的影像格式 他是一個我們稱之為點矩症的 影像 那每一個點也是RGB三元色所組成 那另外一個是EPS 那這是有壓縮過的 那一樣是有這個壓縮效果的影像 那GIF 各位比較常 遇到的大概就是含有動畫 的這個影像 就是他是會動的 那JPEG就是大家最常用的就是不管你在數位相機呀或者是你在 各種軟體 比較常遇到的這種 廣泛使用的 施真壓縮 那另外一個是PNG PNG也很常用因為他 他具有alpha層 那他具有alpha層的好處就是說他可以拿來做透明的動作 所以各位看很多影像在 這個 網頁上使用的時候他可以去背 那去背的意思就是說有部分的資料呢你是可以看到 背景的顏色 然後呢 在影像上面 你是沒有其他顏色的 這是屬於 具有 這個背景效果 有alpha層的 那另外一個 TIFF也是這個 有壓縮功能的影像 那最後一個是PDF 各位很常見他就是把影像的換成PDF檔 好這是他有支援的一些檔案格式 那這邊呢是一個簡單的Sample 我們看一下 我們Import Sys 那Import Sys他主要的作用呢是拿來 這個我們從 使用者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從Argument 去把它執行進來 去抓一些參數進來 那 接下來我們從 PIL這個套件裡面去把 Image這個 套件 Import了進來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寫一個程式 那去做 讀取的動作 讀取的動作 這個呢是代表說我們從這個程式 其實這樣子的寫法呢是要打算把這個檔做成一個模組 那未來方便自己可以在其他場合的時候去把 這個檔Import的進去就可以 把這個函式 進去用 那在某些情況底下 那我是單獨執行這個檔的時候我可以代參數 所以我們就用底下這種 程式的寫法 那有學過Java的人呢應該會有印象有一個叫程式的進入點 其實各位可以把 這個想成是那個概念有一點像 好那各位可能會對Name這個是做什麼的有點 陌生 他是屬於這個 固定的寫法 意思也就是說這個程式裡面 最主要開始的那個 名字是什麼 如果是Main的話 Main的話 那我就執行這個 所以各位可以把這樣這一段的寫法相當於這個 Java裡面的程式進入點 在Java裡面有一個Main function 類似那樣的概念 好那其實點Argument是代表說我後面帶的參數 讀進來之後我做什麼事情 那我去呼叫這個韓式 然後就把 要做的事情把它轉換過去 那轉換的意思是什麼 好這是一個韓式 Def就Define一個韓式 然後呢 這個im 他是用image這個套件 去形成一個物件 打開這個檔 看你讀什麼就開那個檔 開起來之後呢變成一個im的物件 然後接下來呢你就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的時候 你的檔案格式是用png 那這是新的檔名 那這個try呢是代表說在讀檔的時候萬一出現了錯誤 萬一出現了錯誤你就要把它顯示出來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try accept 沒有加這個例外偵測的話 萬一這個檔不存在 他就直接噴錯 層次就跳出一些 debug的一些錯誤訊息出來 那這樣子對使用者來講是不容易 就是他的親和度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們用try的方式去抓到如果出現了一個file 這樣的一個錯誤的話 這樣的一個錯誤的話 那我們就 把他的訊息印出來 這個是這個範理檔的主要 意思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首先要一個圖檔 各位可以上網隨便找這張圖 我們隨便找一張 這個圖是網路上找的 我們只是要拿來做 練習之用 所以這個版權還是屬於原著作者的 好那我們把它儲存到城市的地方 好那我假設把 檔案的儲存起來OK 那我們回到城市檔這邊你就會發現這邊有一張圖 這個圖就是我們剛下載的那個 好那我們現在寫第一個城市 假設把檔名叫做demo.py 這樣子 好那在這邊的話我們要做什麼事情我們要import Sys 好那另外一個是frompil import 我來import什麼image 記得這個image的i要大型 好image 好那我們現在測試一些東西啊因為 如果你沒有遇過Sys的作用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抓到Sys的資料我們要判斷一下我們先把這個最初的寫吧 寫出來 剛剛講的name 然後呢他等於等於 底線底線然後呢man 這樣子 但是要加兩個底線喔這邊是兩個右左邊也是兩個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把它print的出來 print sys.argv 他是一個list 他是一個list 好所以我們來執行一下python 然後呢demo 好他就是 只有 這個sysargument裡面就只有一個 這個 清單裡面就只有一個 這是這個城市的 城市的這個檔案名字 包含他的附屬檔 好那如果說我今天多了很多參數 比如說 我要 把這個 jpg jpg 轉換成 隨便我加了一些參數 然後檔案名是 這個forest 點jpg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list裡面 這個list argv這個list裡面包含了 三個資料 三個資料 一個是 城市檔的檔名 再來就是 這個縮影子 這個 這個參數在這裡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 影像檔檔 在這邊 所以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其實是可以透過這樣子 把資料抓進來 好那有了這個之後我們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定義一個韓式 我們來 定義韓式 提供一個 比如說我要把 jpg 轉換 to png 這樣子 好那我要輸入影像檔 所以 original name 然後呢 new imgname 假設我們用這樣子兩個參數在這邊去借他 好 那有了之後呢我們im呢他的指是來自於我們用image這個套件去另一個物件出來 那這物件呢是開檔得到的 所以open什麼 我們的圖檔的名字 我們在這邊就不是寫實的 我們這邊呢是把它寫成使用者輸入的 所以就會帶進來在這邊 然後開檔之後我們說要把它寫出去就im 點什麼save save到哪裡去save到newimgname 然後他格式是什麼 我們把它儲存成png 這樣子 OK 好那我來測試看看 因為你城市進來這邊 並沒有去呼叫 呼叫到這個韓式 所以我們就讓他去呼叫一下 呼叫什麼呢 jpg to png 這樣子 然後呢我從 sys 點argb 這個所影子是多少我們從剛剛的list來看 最前面這個是0 再來是1就是2 012這樣子 好所以 1這個代表的是什麼 如果說我們只有 城市檔 然後呢檔名 這樣子 OK 所以argb 丟給他 然後新的名字呢 新的名字 sys.argb 對 然後一樣是1 所影子1的地方 然後呢 我要的資料呢 只有字的前半段 到 減4 減3 然後再去加什麼 加 png 這樣子 因為轉完之後的名字是png 好 那這個部分各位可能比較不清楚我們先來試一下 好那我們先把它print的出來假設呢 我們把這個sys.argb這一段 的結果 我們先顯示出來看他到底會抓到什麼我們先這樣子 沒步步來這樣子 好那執行的時候 然後 好各位可以看到他抓到的名字是完整的這個 可是我如果只要部分呢我只要前面這一段 我就是Forest的點 包含那個句點的話 那我就是 各位如果還有印象的話我們在資算裡面就是從多少開始到多少結束那如果前面多算的話第一個 這個數字不用寫 但是到哪裡結束又寫在後面 減3就從後面算回來0123 123 123 所以不包含他就會變成到他前面 減3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執行的結果會是什麼 可以看到 是這樣嗎 所以我如果再把這個加png 弄上去的話 那各位看到他就是新的檔名 這樣可以吧 所以各位知道他的作用在哪裡了 好所以這是新的這是舊的檔名 這是新的檔名丟給他他就轉完存檔 OK 好所以我們就來執行一下 各位是不是有看到這邊有多了一個png檔 這是jpeg檔 這是png檔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如果 要透過 參數的設定 參數的設定 來決定我是要jpeg2png或者是png2jpeg的話要怎麼做 好那我們這邊就要判斷一下了如果 長度 L1N是長度 誰的長度 sys 他的這個list的長度如果 各位從 剛剛的可以看出來這是零這是一嗎這是兩個對不對 所以你只是零跟一 如果有三個參數呢就中間還卡一個參數三個 那就會變成是什麼 我的長度如果 大於多少 二的話 二的話 二的話要做什麼事情 二的話就要做其他事情了喔 因為你要判斷一下如果 sys.argv然後呢這邊是 1 為什麼是一這是零那有個參數在中間就是一 一的值如果等於等於 什麼 如果我們讓使用者輸入- JPEG JPG 2png 好 那我就去呼叫這一段城市 對不對 這樣子 活著的話呢 我可能就在寫另外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呢是做什麼事情 第二個韓式 這個韓式呢我把它改成 png 2 JPG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 那一樣是開檔然後只是呢存檔設置JPG 可以吧 這就是他的一個做法 好但是呢這邊我們要再把 剛剛的加上去如果不是 JPEG2png 而是 喔 而是這個 png2什麼 png to JPG 這樣子 好那這邊就要附屬變成JPG OK他就可以丟給他 所以我們在執行的時候就會變成說我中間還要再加個東西 減掉 好減號JPG2png 那我們先把剛剛的這個檔 png先把它刪掉 OK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出錯了 這邊抓的就不是 1了啦 因為這邊位置已經跑到後面去了 所以這個就變成12 OK 這就是2 這樣子好 所以各位有看到嗎剛剛出現了一個錯誤訊息 我們看一下錯誤訊息 Find or not found 找不到檔案 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剛剛有提到要加什麼Try跟Exception 針對這一段我如果 發生問題的話我要做其他的事情 提出一些警訊 所以他的另外一個是Except 好那Except後面要接什麼哪種Arror呢你就把剛剛曾經出現的Arror呢把它填上來 OK然後你可以給他一個假名 Find or not found Arror 假設你取這樣的名字 那就把它print出來 什麼 我們剛剛的假名是什麼 Fn F1 這樣子 好 所以在這邊如果發生錯誤他就出現這一段 我們把這個 扣起來 貼過來再改一下就好 好JPG 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測試一下 如果說 我們剛剛這Forest故意打錯名字 他就找不到所以他出現 Error numbe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找不到這個檔 所以他是一個很精簡的錯誤訊息提供在這邊 使用者在使用的時候就很清楚說他原來是找不到檔案 那我可能檔名打錯了 所以我把檔名打對 執行完他是不是多了一個檔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好那我們再找另外一張圖看有沒有png的 好這個就是 png檔然後 還有我們把它存成Forest 點png 好存檔之後我們回到城市這邊的看看 OK OK 好那我們來執行剛剛另外一個參數我們剛剛有另外一個參數是 png to jpeg 然後針對Forest 轉換成什麼 那是點png檔 出錯了 他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他的問題是說 我們說 Safe PG 好他用的是 JPEG這樣的形式去儲存 但是呢這樣子的 JPEG找不到 所以我們要 把它改成 JPEG JPEG 好再執行一次 來看一下他的出貨訊息 Demo.png 好他沒辦法把他寫成JPEG檔 因為他的模式呢不是RGB 所以我們要先做一件事情在 針對png 轉JPG JPG的部分 各位知道他的問題在哪裡嗎 因為他 那個png檔他多了一個alpha層 那你如果直接把alpha層這樣的一個資料呢 轉換成 JPEG壓縮儲存起來是會有問題 所以在這個過程我們需要先做一件事情我就先把 im呢等於im.convert 把它轉換一下轉換成什麼 RGB 我轉換成RGB之後呢 他的alpha層會不見 不見完之後你再去把它儲存起來 我們來試試看 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 就是 處理完的圖 這是 原本的圖 png檔 在這邊 所以他的確成功的出現了這個forage的2.jpg檔 所以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什麼轉換的一個效果 那再回到我們這邊 所以同樣的一個這樣的程式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範例 簡単範例是從 這個jpg呢轉換成png 那 大家可以試著做一下 這邊有個練習範例 各位可以寫一些函式在裡面 比如說你加參數2png g2.jpg2.tiff 然後呢 是不是加一些另外一個參數-o 然後呢 可以得到 你自己去指定 你自己去指定一個新的輸出檔 的檔名 OK 所以你怎麼樣透過剛剛的這個 範例 比如說 我們 這個練習檔裡面 你可以做出python 然後呢 這個是你的程式檔 舉例 如果你自己取其他名字的話 然後呢 jpg2png 這是測試檔的檔名 輸出呢 你可以指定他 然後呢 這是新的檔名 透過這種形式呢 去 讓使用者可以簡易的操作 然後呢 做到轉檔的效果 那這個是練習題 留待給各位去 練習 以上分享 因為 在美學部分 到 打水 就 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